心理学测试,你是哪种睡觉姿势,测出你9月运势巅峰,A,B,C,B,答案解析,A,9月的你运势还是不错的,整个9月你的偏财运都很好,非常容易有钱进账,这种财富流转,很容易让人眯了眼睛,以为自己简直是锦里转势,偏财运好到爆炸,但是到9月中旬也就是巅峰了, 因为到了9月下旬你就会开始发现自己,直巅峰,时候的钱一下就没有了,真的会让人非常焦头来额,如果还有欠债就更惨了,所以9月份是个大起大落的过山车月份,做好准备,比你9月份的运势巅峰将会在15号到16号两天,这两天的你会格外的有好运气,其实你整个9月的运气都不错, 但是由于你非常在意自己的外表,很可能此外9月份,那时候会对自己的外表上装扮花不少钱,但是这个钱花得很值,因为在15、16号这两天,你非常有可能迎来桃花运, 这次的桃花运将会是今年最后一次桃花运,再下一次就要是明年了,C,9月份的你就要开启疯狂买买买买一个月了,整个9月你都处于一种迷迷糊糊的状态,自己有多少钱不知道,进账和流水也不是太清楚, 但是买的东西倒是不少,这种什么都不在乎的生活态度,虽然能让你在9月的时候过得很爽,但是到了10月份你就发现自己已经开始没有什么存款了, B,9月的你几乎没有什么运势巅峰,因为9月对于你来说会是一直忙碌的状态,所以没有大起大落,你只能说是运势平稳,你也不知道,怎么突然间工作量会增加这么多, 你一下就失去了方向,9月对于你来说是个在工作上能有一番作为的月份,也是非常辛苦的一个月份,但是因为你在9月的付出和努力, 11月和12月份是会不错的两个月,本册是仅供娱乐,不做专业指导,有好的建议和意见可以在评论区发表,都会一一去看,喜欢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呗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